我覺得就是我自己是比較勇於嘗試吧 就是如果有人願意擺我 然後我也喜歡 就是我也有興趣的話就會希望可以有機會嘗試這樣 是,那巴黎奧運會是下一個奮戰的目標嗎? 我覺得接下來我是會希望 因為明年亞運會我希望 在亞運跟世紀賽都能有好的標準 那你覺得你要在改進的地方是哪個部分? 嗯,我覺得都還需要去做改變 因為沒有人是完美的啊 而且我一直以來防守是不好的 所以我希望可以在房間做到更完善 就是更完美 然後在場上節奏控制可以控制得更好 是,再來是父親節快到了 兩個選手你們就是一路征戰嘛 那爸爸戰也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你在選手的這條路上有沒有跟爸爸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最感動的最印象深刻的事情 就是 應該說最近吧 就是 爸爸都會 那時候我比賽的期間 他都會,不是說會背著金牌 然後到山上去 到七星山頂上 然後 喝完 然後 希望 就是有點類似 喝金牌拿金牌那種感覺吧 就是覺得 他真的 很棒 那你覺得你跟他之間當中有沒有最感動的事情 你們父子倆最感動的事情 嗯 感動的事情 沒有,我就是覺得很謝謝他 從小到大都很支持我在羽球這塊吧 然後 也為了我就是 買多買一台車 然後為了要接送我上下,上下學 因為我的學區在比較遠那邊 就是不是在我自己的學區需要接送 然後他也都是 不管他自己工作的辛苦 就是我爸媽都一樣 也是便宜 都會這樣子不執行長接我上下學 然後 也全心全意的支持我在運動這一塊 然後不會像 很多家長會擔憂說 哦 運動員沒有 可能會比較沒有出路 或是說運動生涯有限 然後就會比較反對 那他們就是全心全意支持我 讓我可以 沒有後顧之誘的在這條路上 所以 我也相對的比較壓力會比較少一點 是 那你父親節想對爸爸說什麼話 今天可以大方示愛 沒有就 爸 爸爸 父親節快樂啊 然後 我 你說我送了你最好的奧運 那個最好的父親節禮物 那我也希望這個奧運地盤 讓你們感到驕傲 就謝謝你們 然後辛苦 是 那爸爸有說為了奧運 所以連續三年的假日要拿著金牌啤酒公頂七星山 你怎麼看 我就是覺得他很可愛啊 就是 他自己也喜歡喝 然後剛好用金牌 然後呼應金牌 然後他也是 也是真的是為了我 然後每次爬到山頂上都會跟金牌自拍 然後他的台語就是希望我 可以如願以償拿到金牌 所以我真的覺得他很可愛 你願意跟他一起這樣每個假日去爬嗎 有空的話我願意啊 但是 不一定每個假日都會有空 然後有時候也會想要睡覺 但是 我覺得 可以多跟家人相處 踏青 我覺得就是要很珍貴 很珍貴的一件事情 要在 就是自己 他們還有能力可以這樣子爬山的時候 要多給他們 是 那就是你曾經說過你很感謝李陽選擇自己 為什麼 嗯 也不是 應該是說 每一個搭配都是兩個人的事情 然後 嗯 一個搭檔願意 願意來跟自己搭配 代表他對你的信任 跟對你的 支持 依賴 所以 能被一個人信任 我覺得是很不容易 對這個事情 那 再來是就是 他們說聖杯跟印啦 這個被網友拿去做梗圖 甚至用成商品 那阿中部長昨天戴上印的口罩 你看到感覺怎麼樣 我覺得有點驚訝吧 就是 沒想到 這個 就是這個梗圖 真的被做成商品 然後連部長都拿來用 就是 有點驚訝到 奧運的 後座力這麼強 對 那你會不會想要入手同款 呃 如果 有機會的話 就是可以拿來當紀念法 對阿 因為我覺得這個蠻有趣的 那有粉絲問說 你們會不會 你們會不會自己想要 開發你們的商品 我覺得 我目前沒有這種想法 因為 還是希望專注在雨球上 那麼蠻有趣的 這邊應該明星期けど OST